歡迎大家回到數學好玩 今次這個題目跟直接計數無關 只是說一些邏輯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陳、李、張王四個人 他們可能是歌唱家、舞蹈家、畫家或者作家 但未必是同一個詞咀 我們想找誰是誰的職業 現在我們就知道一些資料 譬如我們知道聖陳和張那個 一起出席歌唱家的音樂會 聖李和作家做過畫家的舞蹈家 作家幫王寫了一個傳記 那本是唱小書 一準備為聖陳寫 最後我們知道李還未見過聖張那個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些資料 看看可不可以找出誰是誰的職業 有興趣自己試的朋友 現在你可以先停這個視頻 如果大家想看答案的話 繼續看下去 那你就會可以看到 老頁怎樣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那我們回來了 第一件事我們首先就是畫一個表 有歌像家、舞蹈家、畫家、作家 也有他們的名字 陳李章王 我準備在這裡用卡卡或者用剔力 來代表他是還是不可以是 那我們就看看我們可以怎樣做 第一個,他就說 聖陳和聖張那個出席了音樂家的音樂會 歌唱家的音樂會 那就是聖陳和聖張不是歌唱家 所以我放了兩個卡卡在這裡 另外,聖李那個作家就是做過畫家的無得意 那就是聖李那個不是畫家 作家當然就不是聖李那個 因為聖李那個不是作家 所以聖李和聖 所以這裡有兩個卡卡在這裡 那接著這一句就有兩部分 作家就為了聖王那個作家寫了一本傳記 好唱蕭 另外準備了為陳寫了傳記 所以我將這兩句 第一部分 那就是作家為王寫傳記 那就是聖王那個不是作家 打了一個卡卡在這裡 另外他也準備了為聖陳寫了傳記 所以聖陳就打一個卡卡 剩下一個洞 那個洞就是聖張 所以聖張這個一定是作家 那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再看看就是另外一些資料 另外一個資料他就說 聖李那個和聖張那個 從來沒見過面 既然聖李和聖張沒見過面 而聖張聽過音樂家 那就是聖張的聖王 我見過面 那因此聖王這個一定是歌唱家 那既然我們有這個之後就很容易了 那只剩下看看聖李 聖李已經不可以是歌唱家 也不是作家 不是畫家 自然是舞蹈家 那填完聖李之後 當然我們可以填到 最終是聖陳那個 原來是畫家 那不知大家有沒有做到這個答案